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今天准备了很精彩的PPT 所以说你们等一下可以很专注地把你们的目光在那个投影片上面 上面这位是我爸 注意我不是叼着烟的 然后他手上拿的这个藕叫做南侠翻山壶 小时候只要跟我爸去做这个金光戏 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演出这一出他最喜欢的南侠翻山壶 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就是帮他打工的性质 因为其实我爸他也知道说我的志向不在布台戏上面 小时候我爸都要山吹事情 然后我才去愿意去帮他做戏 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比较花很多时间在家里面 研究电动或者是研究电影 所以其实就是在打电动跟看电影 然后那时候我爸呢我爸他就觉得说这个小孩子可能以后培养不起来 没办法去承担这个嫁业 那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呢 然后我就进入了游戏产业 最后变成了动画导演 那可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 我爸因为离来的关系 然后就过世了 于是呢这个新盛景长中剧团呢 就由我哥哥一个人呢独自承接下来 当时我的印象很深刻哦 就是我爸他在离世的时候呢 然后他在家里面留下了一个日历本 那那个日历本上面其实有他还没有做完的一些戏哦 他用那个日历他就把它画起来这样子 当时我就蛮心疼我哥的 因为他要一个人去把那些我爸已经答应好情组的戏给演完了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可以用我的专业能力去帮家里面的布袋戏剧团 做一些转型 会不会对他的生活是有点帮助的 可惜其实当时我没有能力 哪里没有本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有个机会 当时我的前老板 他是梦想动画的创办人林佳琪 他就问我说 公司最近案子有点空 你要不要来搞一些事情 然后我想说要做什么事 好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其实有一个沉寂已久的想法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一年我们很幸运 我们请到了文策院的一个补助金 当年在2017的时候 我们启动了这个大计划 我们把布袋戏跟光雕投影 结合在一块 什么叫做光雕投影的布袋戏 大家应该都有在这个庙城前面 去看过我们的一般的布景 它是用这个荧光漆漆 漆在布料上面来做呈现的 那为什么要去用荧光漆呢 日间的时候我们刚刚有看到说 我们会演那种沟车戏 它是沟车戏 有时候比较偏静态的戏 讲故事的比较多 那到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紫外线的光 打在上面的时候 它就变得很亮丽 很有台湾的味道 这时候我们就演出很精彩的 台湾特有种的金光提 那我们知道金光系的精神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它很多时候就在强调武打 强到一个视觉张力 那这种视觉张力 我们常常会使用在舞台上面放火 或者是直接放冲天炮 我们还会玩一种叫做来回炮 就是用钢锁把那个线绑到那个对面的点灰条上面去 然后打过去再打回来 它代表就是布袋系的一个气功的感觉 这是小时候我跟我爸做戏的时候的一些记忆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表演方式转化成 再重新再改良 跟它用 把光雕投影呢 跟这样的表现方式结合再快 于是我们就取自于金光系的一个表演精神 发明了光雕投影的布袋系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布井上面中间有个框 它是一个布袋系的表演空间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延伸到这个框外呢 譬如说上面那个有龙柱 也有小狮子 那如果说那个龙会动 狮子会动 看起来会不会很帅 就没想到 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给设计出来 然后用一块白色的板子 我们晚上的时候用投影打在上面 看起来就是非常立体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在外面演戏 就新盛景只要在外面演戏的话 我们戏都还没开始演 就有观众会到我们的舞台前面 去跟他拍照打卡 这就变成是一个很大型的装置艺术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宣传 也是很有帮助的 可是我们的戏有一个多钟头 如果一直给人家看一个重复的画面 一定不够啊 尤其我小时候 我打电动的经验就是 其实我觉得布袋系 它很像是一个横向式的卷轴游戏 大家知道什么是横向卷轴游戏吗 像是超级玛丽欧嘛 对不对 那个布袋系在走动的时候 后面的背景也会跟着动 会换场 会换景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观众 进入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就必须要让他们看到 所见即所得 于是我们在A出戏里面 就设计出了很多的一个场景出来 为的呢 就是让观众可以生力其境 甚至啊 我们还加入了电影等级的一些音乐 或者是音效 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体验 比如说下面的这个画面 我们用了过去眼睛光系的技法 它是真的做火烧台 那我们有真实的火 跟虚拟的火结合在一块 所以说观众在想看戏的时候 它真的会感觉到热 就变成是一种很4D的一种体验 那我们现在 有了这样一个精彩的画面 我们的故事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故事要有一些起程转合嘛 可是我们的金光系很酷 我们的故事就是越来越害 反正就越来越害就对了 很像是放烟火一样 所以说你常常会在那个戏里面 看到有个妖道出来 欺负这些村民 然后他的功夫很厉害 他用什么绝招 那接下来有另外一个武侠呢 就把他给收服掉 那下一个又比那个武侠更厉害 一层一层地往上放 就很像是一颗一颗烟火一样 不断地放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就依照这个故事结构呢 我们在这个剧情里面呢 去加入一些很精彩的 过招的一些动画 我们希望观众在看没怕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很期待的感觉 看我渡笑欧皮赛 只笑一张 当中将在拍戏 看我渡笑欧皮赛 所以那个 他的呕头呢 就爆炸了 为什么那个呕头会爆炸 小孩子在坐在底下都快吓死了 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只要看到那个呕头是保丽龙做的 我就知道要到底下去等 因为它爆炸之后 它就变成一片一片的嘛 我就把它捡起来 回家就变成一个礼物 我就多一个呕头可以用这样子 那这样的一出戏呢 在2018年的时候首次在白座之夜曝光 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爸在南投民间演出南侠一生传的时候 当时观众只有两个小妹妹 还有一个阿公 他就带着他两个小妹妹去那边看戏 三个观众 我们的超我师都还比较多 所以说 在2018年那一场光雕版的南侠一生传里面 我们现场有一千多人在看这一场戏 那当时我的成就感来自于那些超我师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 我做戏竟然会有这么多观众在现场看 对 当时我也才知道说 从此以后我的生命轨迹被改变了 尤其 其实我们的布袋戏下面还有中阴字幕 所以现场有很多国外观众 他也是看得懂这个戏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在隔年之后我们就受邀到美国跟加拿大去做巡演 我们走了八大城市 那在这个八大城市里面 我们叫它万里 万里班系 受益良多 我们有很多好评 好评就是其实有一些州 像德州 像是洛杉矶 他们很喜欢热闹跟台湾人一样 他们就说武打东西 金光系好看 打来打去 暴力美学 赞 那可是在某一些州 像是有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 叫做在盐湖城 盐湖城它其实有很多魔门教徒 那这些魔门教徒他们很虔诚 他们其实蛮反对暴力的 所以说当时我记得 我们在现场刚开始表演的时候 有五六百人 那可是这个灯一亮 一散散的时候只剩下两三百人 当时我觉得很尴尬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有很多来招待我们的一些 台湾那边的桥委会的朋友 我就不知道说要怎么跟他们做交代 那时候我就在反思说 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状况 到底台湾布袋系是什么 我们是谁 国外的观众要是什么 要怎么走向国际化 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其实布袋系它最终呢 还是一个说故事的媒材 因为国外的观众 他不像台湾人一样 当他看到一个被改良的金光系的时候 他觉得说 我过去的记忆 重新的复刻了 而且它被改得更好 它是有共鸣的 可是国外的观众 他其实来看戏 他今天想要来吸收一个好的故事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给他一个好的故事 所以说回国之后呢 我们就回归初心 我们不再用光调这个炫目的东西呢 去压盖掉我们布袋系原本精髓的表演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要深化文本 于是我们用布袋系这个媒材呢 开始去探讨社会的议题 那也在2020年呢 我们知道新盛景光靠一个团队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的创造力有限 我们必须要把其他团队一起包容进来 大家知道我们在台湾 在中南北有很多不同的剧团嘛 那其实这些剧团 他们都有各自的流派 有时候这些流派会在那边 会在那边争说 到底谁才是最厉害的 那没关系 新盛景呢 我们创立这个浮魔英雄铁的平台 就是每年我们都会创造一个大魔王 让他们呢 把他们自己的当家主角呢 拿出来 跟这个大魔王做对决 所以说大家就会一起来 参与浮魔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其实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说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然后一起学习 重点是呢 其实我们的布袋系 有时候是有淡季 是有小月的 所以说当有这样子的平台的时候 在大家没有戏演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是 我们可以去创造一个商业模式 自己去养活自己 那这才是浮魔英雄台 他创立的一个初衷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光靠布袋系剧团自己呢 是不够的 因为过去布袋系剧团呢 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 是因为 我们是倚靠这个妙口文化 妙城文化 我们操卵法就是生存下去 是因为有人 他们可能要请戏 要谢神 或者是神明的生日 那所以说 其实我们的布袋系呢 现在当这个妙口文化在市围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让它去找到新的市场 我记得 有一次我在日本的京都 旅游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我就坐人历车 然后到清水寺去看 很漂亮的风景 然后再去看异技的表演 然后再吃一个怀石料理 泡一个温泉 我想说 日本他们 他们把自己的文化保存得这么好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懂得把它给包装 把它给商业化 而且它把它的观光产业链串得非常好 所以说我正在想 假设有一天呢 国外的观光客来台湾 旅游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带他去体验画棚 体验磕藕 体验怎么去炒藕 体验怎么去制作藕衣 那最后呢 我们让他来半桌吃饭 然后再看一个 很精彩的光雕投影的布袋系 创造一个类似越南 这个水上木藕的一个活动 那这样会不会对我们台湾的文化 是有帮助 所以说 其实我们到最后 我们发现自己不仅仅只是在做一场 好看的布袋系 我们是在做一场 属于台湾的文艺复兴运动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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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